字幕ażer 卓猶說不想教不怕烏屎嘴濕濕好怕不教哪裏得 我是阿諾 今天會教大家玩的遊戲就是Wood 茂林原技 開始之前,大家記得like,share,subscribe,和按鈴鐺 直到KG,上集不想教,這次會教大家玩的是上年3月成功集資的The Marauder Expansion 而這個expansion主要多了兩個種族,一個High Links Variance,一個Landmark Variance,和一個Advanced setup的Variance機制 先和大家講解這兩個新族,第一個就是老樹軍閥,它的setup order是J 在遊戲開始時,可以在4個角落的其中一個Clear Ring上放置1個關佛,4隻老鼠,和1個Strawn Hole 只要角落沒有人選就可以了 然後就隨機放置4個帶有R的Item,去到廢墟 如果之前已經有玩家設置了,你就不需要再設置了 最後,在你的Block上放一張Stubborn的Mood Card,去到Mood Card的Cast Lock 你就可以開始遊戲了 先介紹這個種族的特殊效果 首先你的軍閥和你的老樹都是計作Warrior 而軍閥是不會在戰鬥中被移除的,即是不會死 也只有在你的回合中才可以移動 也就是在其他玩家的回合中沒有人可以移動 而唯一可以放置他的方法就是透過Bird Song階段 一個Annoid的行動,其他的放置效果都一律對他無效 第二個就是當你Craft Item的時候 你要是要Item,不要分 要是要分,不要Item 而不要Item,把它移除就可以了 而且你從任何途徑入手的Item 你都要放在Payup Box上面的Hook的位置 Block上面的Hook的位置有兩條Track 都是由左至右開始存起 上面Track會影響到Command數 可以放鞋、袋和金幣 而下面Track會影響到Prowit數 可以放鎚、水壺、劍和老 總之你越存得多就會越厲害 如果Track滿了 而你又再獲得相應的Item 你就可以選擇獲得1分 然後移除那個Item 又或者移除對應Track上面其中一個Item 最後就是每次當你在攻擊者的時候 你都可以打劫防禦的玩家 如果你打劫人的話 你摘色的時候你不會造成傷害 但防禦方仍然都可以對你造成傷害 而戰鬥之後 如果你統治剛才戰鬥的Clearing 你就可以搶走防禦方 一個已經製造的Item 現在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老鼠軍閥Take Turn的流程 首先在Birdsong階段 第一件事你可以進行的就是略奪 就是在每個有暴徒Token的Clearing 都移除了所有敵方的建築和Token 而如果Clearing的廢墟下面有道具 你就可以拿走那個道具 之後如果那個廢墟已經空置了 你就可以移除那個廢墟 執行完所有的略奪之後 就摘一次略奪色仔 之後摘到什麼就放一個暴徒Token 去到相應的Clearing就可以了 但那個Clearing 本身是不可以有暴徒Token 又或者是一個相倫於有暴徒Token的Clearing 執行好略奪之後你就可以進行招募了 你可以在你的君佛所在的Clearing上面放好幾隻老鼠 而放置的數量就取決於你的Birdsong Paris Track上面所顯示的數字 數字是多少呢 就等於最多可以放多少隻老鼠 例如如果你有Paris2 你就可以放兩隻老鼠去到君佛所在的Clearing 之後就在每個Stronghold 各放一隻老鼠 之後就完成招募了 執行好招募之後 你就可以進行Innoid這個行動 如果你的君佛不在牆上 你就可以將你的君佛和牆上的老鼠交換 如果牆上沒有老鼠可以交換 你就可以在任意一個Clearing放置你的君佛 而在Birdsong階段最後 你可以轉換你的心情 只要那些Mood Card上面標示的道具 是你的Hood裡面沒有的話 你就可以用那張Mood Card 就放在Mood Card的Card slot 之後就到Day Night階段 在Day Night階段 你可以用Stronghold來CraftItem 跟平時CraftItem的規則一樣 所以就不再多說了 而Craft完Item之後 你可以下好幾次的Command 下Command的數量 就取決於你Block上的Command Track上 所顯示的數字 數字是多少 就等於你最多可以下多少次Command 下Command可以做的東西有三樣 第一是移動 第二是戰鬥 第三是出卡 然後在相應顏色的Clearing上面 就起一個Stronghold 三樣基本上都是按照基本規則去執行 建議大家參考KH之前的教學 做好所有Command之後 最後就到軍佛行動了 每次行動的時候 你可以移動你的軍佛 以及跟它同區的老鼠 移動之後 就可以在軍佛所在的Clearing發起戰鬥 而軍佛可以行動的次數 就取決於你Block上面 Power is Check上面所顯示的數字 數字是多少 就等於最多可以行多少次 最後在黃昏階段 首先你可以進行煽動 煽動多少次都可以 當你要煽動的時候 你可以在一個有老鼠或者軍佛 但是沒有暴徒的Clearing 放置一個暴徒的Token 而你只需要打出同那個Clearing 有相應顏色的卡就可以進行煽動 完成所有的煽動之後 你就可以進行壓迫 如果你統治的Clearing 有你的配件 而沒有敵人的配件 每個這些符合條件的Clearing 可以令你獲得相應的分數 1至2個獲得1分 3至4個獲得2分 5個獲得3分 6個獲得4分 在黃昏階段最後的時候 你會抽一張卡 然後棄到剩下5張手牌 你就可以完湯 第二個要介紹的種族 就是鋼鐵守衛 它的setup order是K 在遊戲開始的時候 先面朝下洗雲12顆VLX Token 然後在每個森林都面朝下放置一個VLX Token 記住,河流是不會分架森林的 所以就算中間有河流 都只會放一個VLX Token 然後就可以在四個角落中 其中一個Clearing 放置四個守衛 只要那個角落沒有人選擇就可以了 然後你就要在一個 跟剛才的Clearing 雙輪 而且又是在地圖邊緣的Clearing 放多四個守衛 那麼 守衛的設置就完成了 然後 把剩下的VLX Token 面朝下放在和你剛才那兩個起似的Clearing 不是雙輪的心囊裡就可以了 盡可能平均分佈就可以了 最後 在你的Block上面 頂部插入FaVo Retainer Card 以及放三個Way Station 到Block上面相應的位置 就可以開始遊戲了 先介紹這個種族的特殊效果 首先那些守衛都是Warrior來的 而如果你戰鬥的時候有VLX和守衛的話 就可以無視第一hit 另外 當你移動的時候 每個守衛都可以帶著一個VLX去移動 而如果當對方移除VLX的時候 他們會額外獲得一分 而因為VLX本身都值一分 所以他們總共會獲得兩分 然後 他們就要選擇任意一個森林去放置VLX 數字那一面就會向上 現在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鋼鐵守衛Take Turn的流程 首先在Bird Song階段 第一件事你可以進行的就是摘營 你可以將牆上一個守衛 換成Way Station 而如果牆上沒有守衛 又沒有Way Station 你就可以在地圖上邊緣的一個Cearing 放置一個守衛和一個Way Station 每個Cearing都可以摘一次營 所以如果你有好幾個守衛分佈了不同的地方 你就可以在一圈內摘幾次營 執行完摘營之後 你就可以拆營 同樣每個Cearing都可以拆一次營 而拆營的時候 你只需要相反將牆上的Way Station 換成守衛就可以了 拆好所有你想拆的營 就可以進行招募 招募的時候 你可以在一個Way Station 放置兩個守衛 而你只需要打出相應顏色的牌 就可以做一次招募 做幾次都可以 只要你有牌有守衛就可以做了 接著就到日夜階段 在日夜階段 首先你可以用Way Station 來Craft Item 跟平時Craft Item的規則一樣 所以不再多說 Craft Item之後 你就可以點隨重去做事 按照你的Bot上面 Retineal插的牌 由左至右開始執行 每個對應行動插一張牌 代表可以做一次行動 跟雀鳥王朝的運作相似 但這些行動都是Optional 並非必須執行 第一個就是移動 你要根據插在卡的顏色 去移動一個有相應顏色的Clearing 的守衛 去到另一個雙輪的Clearing 其餘的屋士 都是跟平時移動一樣 那就不再多說了 而移動之後 下一種行動就是戰鬥和探索 你就可以根據插在卡的顏色 去選擇一個相應顏色的Clearing 如果Clearing是有敵方配件 你就必須進行戰鬥 沒有就可以不用 之後 只要你是在統治Clearing 而你又有守衛在那裏 你就可以進行探索 探索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一個 和Clearing 雙輪的森林 然後在森林上 移動一塊Relix 去到剛才的Clearing 再翻開展示它的數值 如果你統治和剛才探索的 森林雙輪的Clearing 數是小於剛才翻開的 V力上的數字 你就要把剛才用來 戰鬥和探索的那張卡 棄置 最後你可以做的就是 移動或者回收 只能二選一 而你同樣要根據 插在卡的顏色 去選擇相應顏色的Clearing 去行動 移動就不多說了 而回收就是在你現在 你現在正在探索的Clearing 上面 就獲得任意數量的Relix 放到你的Block上面 不過 Clearing 一定要有 對應的WayStation 才可以獲得相應的Relix 每次獲得一個Relix 你就要在相應的Track上面 由左至右開始放棄 放棄的時候 你就要馬上檢查一下 你正在探索的Clearing 顏色 如果你統治 Clearing 數 是小於放在Block上面 那塊Relix的數字 你就要將用來回收的Clearing 就棄置 然後就馬上結束這個行動 否則你就可以一直回收 直到Clearing上面 沒有Relix為止 而你每回收一次Relix 回收到的Relix 的數字 都代表你可以馬上獲得相應的分數 而如果你完成到一直行的話 就會再額外多兩分 最後在黃昏階段 首先每個有四個或以上 Clearing 你就要移除一個Clearing 然後你就可以加任意數量的Clearing 去到Block上面的Reternil 又或者你可以移動Reternil 上面一張Clearing 去到另一個行動 在黃昏階段的最尾 你就會抽一張Clearing 而你的Way Station 每個空出來的Clearing 都可以令你再抽多一張Clearing 然後到剩下五張Clearing 你就會完整 之後就輪到講解固傭兵的機制 如果你要玩固傭兵機制 在選擇完地圖和排組的setup之後 你就可以setup你的固傭兵 首先要把12個Ctrl Marker 和一顆Ctrl Dice 放在地圖的一邊 然後就把3個熔兵的Marker 按照它的數字 放在分數Track上相應的位置 4號就放在4分的位置 8號就放在8分的位置 12號就放在12分的位置 然後洗勻所有的熔兵卡 再抽3張出來 之後玩家選擇的種族 是不可以選擇和這3個種族相同的種族 然後就根據玩家的人數 就決定有多少張是Promo 多少張是Demo 2人遊戲就全部都是Promo 3人遊戲就2Promo 1Demo 4人遊戲就1Promo 2Demo 5人遊戲就全部都是Demo 如果有Promo 2Demo 如果有Promo 2Demo 就隨機選擇哪些是Promo 2Demo Demo就用卡牌右下角有D字的那一面 Promo就用另一面 之後就由最後玩家 就開始按照卡牌上面 紅字寫了setup的描述 去setup固傭兵 之後就逆時針方向 由下一個玩家 去setup下一個固傭兵 直到全部固傭兵都setup好 就完成固傭兵的設置 如果沒有紅字寫了setup的描述 就把那張卡放在一邊就可以了 在遊戲流程上面 所有的固傭兵 一開始都是無人控制的狀態 而且他們是會跟隨過Leader 也就是高分的玩家 如果有玩家率先去到4分 8分 12分 就會立即獲得分數Track上面相應的 熔兵Marker 去到你塊Block的左下角 他會提醒你在Enterne的時候 記得要請固傭兵 當你要請固傭兵的時候 就要選擇 Supply裡面其中一張熔兵卡 然後就摘一顆Ctrl Die 和反轉你熔兵的Marker 摘到多少呢 就放多少個Ctrl Marker 上去那張熔兵卡上面 如果你是最高分或者並列最高分的位置 你摘的色仔就只是計金色的Icon 否則平時是連紅色Icon都會計 而每次你Enterne的時候 熔兵都會失去動力 你就要移除卡上面一個Ctrl Marker 如果是同一Term獲得的Ctrl Marker 就不用移除 而當你要移除卡上面最後一個Ctrl Marker 你就必須要馬上把熔兵的卡 和熔兵的Marker 傳給另一個玩家 你就自己選擇給哪個人 然後那個玩家就要立即去摘色 和加那些Ctrl Marker 上去那張熔兵卡上面 記住啦 當你要用熔兵的時候 是不會因為戰鬥 或者移除到敵方的配件而獲得分數的 他們只是在計統治權的時候 會計做你的配件 和每個都有一些不同的效果 熔兵卡主要有四類的效果 第一類就是這種Icon的效果 如果玩家獲得熔兵的控制權 就必須要立即執行相應的效果 而這一種Icon 就代表著一個長著的技能 這一種就代表著 控制這個熔兵的玩家 在Birth Song階段 是必須或者可以執行上面描述的效果 就視乎文字描述是怎樣寫的 最後就是這一種Icon 就代表著 控制這個熔兵的玩家 在Date Night階段可以執行一次這個行動 基本上都是視乎文字描述怎樣寫 你就會執行相應的行動 都不會在逐張卡去講解 之後就輪到講解地標的機制 如果你決定要玩地標機制 在選擇完地圖和牌組之後 你就選擇你想玩的地標數量 一個地標也可以 兩個地標也可以 然後就抽出你想玩的地標相應的牌 洗勻那些牌 然後就抽出相應數量的卡 抽中什麼就用什麼地標 然後就由最後那個玩家 就按照卡牌的描述去設定地標 如果你玩兩個地標的話 設定完第一個地標之後 就由Mei的玩家 就按照卡牌的描述去設定另一個地標 設定完之後 反轉那張地標卡牌 就會描述相應地標的效果 地標是不會被發起戰鬥 被移動或者移除的 除非有特別著名 現在應該只有木佛可以移動 而地標是不會繼續任何一個種族擁有 也不會是敵方的配件 基本上都是看文字的描述怎樣寫 你又怎樣去執行相應的效果 所以都不會在這裡逐張卡去講 最後就是介紹Advanced Setup的機制 首先你就要選擇哪個地圖和哪個牌組 然後如果你要玩機械人AI 就要先進行設置 如果不用的話就可以調過它 之後就隨機決定玩家的座位 以及誰是起似玩家 之後如果要下Landmark的話 就設置Landmark 如果要下容兵就設置容兵 之後每個玩家就先抽五張手牌 然後就到選擇種族 選擇種族的時候 就要先洗雲所有紅色的號戰種族 然後就抽一張出來 之後就把所有的種族 就洗雲 然後有幾多個玩家就抽幾多張出來 如果最後抽出來的那張 是灰色的伴亂種族 就保留那張卡 然後再抽一張新的卡 直到你抽到號戰種族 就是用設置卡為止 之後就由最後的玩家開始 逆時針去選擇種族 以及立即進行設置 記住如果是二人遊戲的話 是不會用到灰色的Fashion設置卡 這個大家是要注意的 最後在分數檢查上面 放好自己的種族的marker 然後在五張手牌裡面 選擇三張來留下 五要的牌 使用到Fooddeck裡面 就可以開始遊戲了 基本上 將setup卡點寫 你就點setup 跟平時的種族的setup 其實是相近似的 所以都不會再逐張卡 逐個種族重複去講一次 不過如果大家對於遊戲裡面 有什麼不明白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探討 今集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 comment 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 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裡面 傾遊戲選擇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